1993年,从一名优秀海军退伍后,赵玉华总部队退伍,来到成都车展售票车间。 从一名什么都不会的售票员,到玉位职班员在提升位职班员,大班长。 应该就是25年,从始至终坚守不渝,退役不退制,退伍不退色勤劳的耕耘,默默的付出。 25年来,凭着对业务的钻研,对岗位的热爱,利用业余时间强继全国各地20万公里铁路线路途,3200个县级以山占名,30秒内做出最佳连程票中转到,历程,经历了版本票,手工填积车票,电脑制票,电话订票,互联网取票,画师补,实名结构票,身份证信息和言,强旅客会员服务。 从使用现金购票到银行卡,支付宝,扣款等售票历程,亲身体验了铁路售票改革给旅客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便捷,一卡一证银行卡,身份证,出门,行走万里都不怕地恢复感慨。 Div他常说干好本职,做好自己,巧是用来走路,嘴是用来说话,减薪一线两多的承诺。 曾获得2007年获得成都车站优秀共产党员,2008年、2010年,四川省女职工数字先进个人, 2011年成都车站先进生产者,2012年、2013年,获得成都车站优秀共产党员, 当班期间最早一个到车间接班,最晚一个离开工作地点,往来与单位与家一线之间, 经常是出门天还没亮,下班天已经黑了,每次窗口上有什么疑难杂症,他只要一出手,问题总是轻松解决, 他不停穿梭在窗口与直搬岗,从询问,查找,帮助旅客做行程规划,搞着旅客车票信息, 飞速敲打键盘,重复售票,改签六字法,退票五字法, 他的工作方法和热情,从没有让一个旅客质疑过,每次遇到旅客无钱买票,主动伸出援助之手, 无常出资为旅客购买车票踏上回家路,用爱心,热心,真心,去帮助每一位南来北往的陌生人, 上百名旅客受到过受责试员,多则百元的资助,从细节做起,盛身处地为旅客着想,当好出行, 第一关的爱心传递者,有的旅客不懂什么叫行程规划,他慢慢讲,用笔歌话, 对不明白的旅客或者年老者,显明到达时间,继续证明, 这次,通知旅客亲人到站街车,传递着一张车票一份请柬,一个微笑一份真诚,的温暖情怀, 增身与售票5.0,把5.100本升级前的问题收集,策划,升级后的陪训, 直到,参与了2010年乘惯线,2011年成都东站,2014年春贵客专程年月段, 2015年新成都南站开站前售票员业务培训,售票顾涨后的处理方法, 说与动结合,编书编教授票员处理各种棘手问题, 丢西兰山区地质复杂,每年4到11月暴雨,地震等突发情况, 引发的自然灾害特别多,面对列车大面积晚点,停运,迂回时,应接不暇, 张识有度的准备备用金,阿台窗口,调整窗口公告, 黄波一岛组织运输生产,经历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, 2010年鸭子河暴雨袭击,2014年亚安卢山地震, 在灾害疤身后的半个月中,没有休息一天,组织开展退票工作, 带领班组成员完成了成千上万的退票任务, 同时充分保障票据现金安全, Duf在2017年,他凭借自己的25年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, 被选为成铁工舰候选人, 在今年正式被评为了成铁工舰, 而今年的7月是近几年云水最多的一年, 对他而言又是一次挑战, 从10号开始就已经大面积的停运晚点, 他早上8点就坐上窗口开始退票, 一直到晚上接近12点才回家, 接近18小时的超负荷加班后, 第二天本该在家好好休息, 等他接到车间通知, 说当天还有20多趟车停运, 他没有犹豫, 主动放弃休息, 义无反顾又回到了岗位, 停运, 遮罚, 蓝点, 迂回, 又动车, 有朴素, 既为名旅客滞留票厅退票, 有员退, 有手工退差, 有挂湿不置可有手续费的, 他依然镇定, 有条不紊的坐在窗口上, 保证退给旅客的每一笔钱, 都准确无误, 25年来, 作为售票的首席技师, 车站的兼职教师, 总是把精华, 经验和技巧传授给同事, 以待涂地百余明, 桃里遍布西南两省, 于是个铁路站段, 其中一部分已经走向管理岗位, 生产一线精英, 无人不称赞这一位老兵, 岁月随留不住时间, 明年就要退休的他, 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, 散发着自己的光芒, 挥洒着自己的热血, 坚持站好最好一班岗, 他把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, 技巧, 传授给更多后辈, 想要带领出更多优秀的成战兽票人, 他把握着这即将退休前的每一天, 与大家在一起共事的时光, 充分展示了铁路人的爱放精神, 和一丝不苟的敬业勤操, 他将完美的为自己职业生姚谢幕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咯!